小的两房开饭是厨房 430多层 它总价大概是810万网上吧 看你买多大的楼层 我们进去看一下 走进来有一个很长行的客饭厅 给我的感觉就很宽敞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也是用托拉门的 把散热器放在这边 它的空间其实很大 三五个人站在这个露台还是很实用的 用一个金属的外力面 整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机器就放在这边 它的配置上也是很好的 它的小睡房也是一面落地的玻璃窗 两米乘以两米二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浴室 还可以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主人房 有很大的玻璃窗 把床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放衣柜 然后靠穿这个可以做书台 这个大概是八百多万就能买得到 它做了一个放了家私的 给你参考一下 我们走马看花 很快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有一个小的餐台 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用餐 然后这边是它的冰箱 抑制型的开放式厨房 配色上还是选的不错的 然后这有个沙发 然后这边有个电视柜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我最欣赏阳台这一点 就是它没有一个踩下去的 它是直接平铺的 就很安全 整个空间也是很大 三五个人站出来也不想到拥挤 成家的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很nice 它做圆角的 还不 整个浴室它改动不是很多 这边将两个房间打通了 然后做了一个书房 还有一个很大的主人房 像这一种就是它改动的比较多一点 另外一个户型就是我推荐一些家庭的客户去买的 就是五百五十三尺这种 两房带一个储物间的 因为储物间你可以给佣人那边用嘛 我们直接看一下户型吧 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很宽敞的客房间 一直往前走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露台 也是用一个后来门的 它整个露台就很大 它这边还有一个侧窗 不一定要开露台开侧窗也可以 这个很好 一般都是没有的 层高是3.15米 这边就是厨家 假设你没有工人的话 可以这边做鞋柜也可以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 或是一个L型的 冰箱是在这边 还有洗衣机在这边 它是明火的球具套装 整个台面利用上还是可以 然后它还有一些洗菜盘给你 整个玉盘很大 然后也有一个很大的窗屋 洗好之后在这边切 之后在这边煮完就上菜了 往这边走就是它的小睡房 跟刚才那个两房差不多 浴室是用淋浴的 主人房就很大了 然后我觉得它最贴心的一点就是 它这边留了一个衣柜的位置 然后可以坐到底的 这款户型的价格大概是1000万 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这边也是一个穿了一些家具的 就是一进门有一个鞋柜 然后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客厅 然后这边放了一个餐桌 沙发电视墙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露台 你可以看得到它放了两个矮凳 然后一个茶几 坐在这边 看着海景 排着海吹水 嗯 有了 它这边改动其实挺大的 因为它拆掉了这边的服务间 然后做成一个收藏区 收藏了一些相机 还有一些手办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独立厨房 色调改了一点 但是也是很好用的一些橱柜的配置 真的 这个改动我很喜欢 整个空间都扩展了很多 这边做了一个小儿童房 然后还有一个改动很大的淋浴间 最后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整个看起来就很大了 它留了一个位置给你做一个很大的衣柜 你看它的深度 一个人也长得下 躺在这边 一千万到一千一百万左右 你觉得你心动了吗 有卖贵了吗